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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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我们的网民吧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很久没来 新一年祝大家出入平安 万事大吉和平是福 心平气和做生意 露面使用者 万事大吉和平安分分遵守交通秩序 大家和气身材 露面唱通的人都会更开心 今天有很多事情要谈 但先热闷一下 大家闲话家常 Patrick Hing也没有来到 有点紧紧的 不用紧紧的 我最怕你对着我们更硬 不是吧 那就大问题了 首先有一件事 創技车行的老板 我们的赞助商 曾经有说过 就是我们出的广告 打错了电话号码 但我想澄清一点 我们这些影片是经过赞助商的 最后的核对位置出门 但这个核对竟然是 自己对错了 所以有见及此就算了 我们也是很干事 我们给大家在这里 每一节都给《创意车案》 老板讲一次你的电话号码 2329-8871 2329-8871 需要先讲个首题吗 不要了 现在反面问你 你起床了吗 不怪 不怪是《创意车案》 昨天有没有找到的士司机 就是这样 奇怪了 没理由这么久都没有 再讲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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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9-8871 大家加入《创意车案》的大家庭 早几集 九哥和小鸡 那些星金锋是否出事了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四个U 四个U 是不是出事了 撞过 那是偷了 偷了 偷了 是新的 是新的 他也是白色拿的 是啊 我手中也看到 就是昨天 很多人都误会了 以为是把他弄回 其实这件事都挺豆腐的 是不是很豆腐 一撞就基本上都… 我那天跟一位的士司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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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其實那個問題也有在 第一 現在的司機不適應 如果說以前的年代很多都是沙灘鏡 那些舊的司機都會適應 但反而駕駛這些新款車 其實年紀大的人都駕駛 年輕的人都喜歡駕駛的 他們真的很不習慣 第二 會不會看著時間嗎? 還是很棒? 第二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下雨和晚上的環境的時候 那雙鏡是真的很難看得到 而且你不能抹擦 對 抹擦不了 其實以前下雨有武器可以用手出去抹擦 現在這麼前面你怎麼下車抹擦 整個四盒的樣子 只是一場而已 沒錯 那為什麼你們又不幫同事 拆了鏡子在旁邊換 那你就不合法了 改裝嘛 這就叫改裝 但這個可以申請而已 如果拆國旗那些都可以 那這個就要留給皇冠軍去做 他們會不會做呢? 全日本都在行的計程 為了香港你們說不適應 他就這樣做 除非他測試了真的有問題 但是路面上的反應 九哥一定是非正式的表現 都知道很多司機都投訴說看不慣 那我昨天就看到 拍不切相片 有一架在以前鏡位那裡 不過他的鏡子是小的圓形 是 那位置很小的 吸卵都下去 是啊 沒錯 這樣可能多 不過他的鏡子是很小的 跟賽車的導遊鏡 特色鏡 但是可能有一點幫助 其實他的盲點是多了 很多手足說 切右線的時候 應該沒記錯 是說切右線的時候 有些位置是真的看不到的 尤其是他要連切兩條線 尤其是連切兩條線 所以他一定要加快輔助鏡 駕駛車的人要留意 最重要的就是要多點零頭 對 零頭 即是好像下牌一樣 不要緊了 零頭那些就幫不了 其實九哥 我們也有研究過一個問題 其實主要的原因是 香港的路面太頻繁 太擠塞 就是車巾太貼 所以會有這樣的問題出來了 其實我們那次所說的就是 日本的文化和香港文化 人家比較保持距離 人家看到你要切開 就是打燈的 人家日本真的停定 甚至停定給你 對 給你過 如果你要進去 他會打開給你進去 可以這麼說 日本的禮儀 簡直是 那些的士司機幫你開門 或者人需要過馬路也是的 人需要過馬路 他覺得你需要他 他就停給你 即使你那裡是交通燈 或者行車那邊是綠燈 是的 我看到很多 他會預備 但是日本人是很守規矩的 如果他自己紅燈 紅公仔的話 他又不會過的 是的 現在少了 現在差了一點點 我在大阪 剛剛早兩天 差了一點點 其實那些是不是日本人 可能就不是了 可能就不是了 可能不是了 所以 又有車主 又有車行 又有老闆 都是這樣說 現在的車 大家要小心一點 慢慢習慣 但是習慣了 就真的挺好駕駛的 很冷靜 但是他們也投訴 車的左邊的電動門 太慢了 可能慢 快了 改了 改了 也是好 快了 速度不是快很多 夠了 那你又太快 然後又說夾傷 又不是很好 還有他說他永遠不會用後面的東西 打一架輪椅 是的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都不是很推薦司機去用 因為你要用的時候 你真的之前要經過訓練 因為有很多配件要裝上去 萬一在途中上輪椅的時候 有兩塊斜板是裝陷的 如果推上 一個 當然我不知道 可能我知識上前 如果推上的時候 如果熱掉下來怎麼辦 是 他們情願 他說 那你怎麼解決 我情願下車搬輪椅上的人上去 接著輪椅放在後面 沒錯 第一最方便 第二最穩陣 第三 後面就不會被人吊到飛天 而且電灘門闊落了 是 其實他抬上去也容易了 是的 即是不像以前的門 吊到那些關節 這樣 動得沙 衝撞到 開了 那我承接這個輪椅的問題 我在的士司機資訊網上 看到有些師兄在問一下 一張圖的問題 你們兩位可不可以回答一回答 為什麼輪椅的士需要收付加費一塊錢 現在應該是三小姐 我只猜要收付加費 預約 那你預約 你預約就要收付加費 你說清楚 在你預約的時候要付 我相信 我們暫且當是星群先 當衣先 應該是 我們先不要理論 如果預約要付 你願意用這個服務才會付 但如果正式計算 所有任何關於傷殘的東西 放在車尾 或者是 應該要這樣說 準確一點就是 賴耳行動的 例如安排的輪椅就要收 但如果要靠它來行的 即使腳架那些 是沒得收費的 那些是沒得收的 對 完全是不可以收費的 這個 不是很明白 這個 不是很明白 這個 如果 我假設 假設 打貓進 不找過 即是痛風 要坐輪椅去看醫生 那他預約的的士 他就要付100元 不是 要這樣說 他預約的時候 是不是他說要收你才可以收 不是 你先逐個來 不要踏咪 先讓狗哥說 準確一點就是 有隻 譬如 那隻 星雲的星雲輪椅車 如果你要預約指定某的時間到 是 你就要收100元 合理 為什麼呢 譬如狗哥告訴他 我剛好進駐沙田 他就三點半度 那我也要預約 起碼四五個字空車進去拿東西 拿他之旗 那即是 那個100元 其實就是要記錄他 他一直到的時間 因為這裡 其實 正如 那個司機和車行 已經有這個 簽了合約 他可以收你 亦都跟政府已經申請了 批准了 但是 兩樣東西 預約和街車不同 你隨手折 一毛錢也不能收 好 即是換句話說 有指定 輪椅 接載服務的 的士的公司 如果你打電話找他 要預約車在某個月 某個日某個時間 要接他去哪點 A點到B點 他可以收到 對嗎 譬如 Patrick Heng 有個司機 駕駛 小褲褲 褲賴 地都是要換換褲 沒有空開車 那間交給Patrick 他一個不小心拿了車 正在回到土瓜環的時候 突然之間看到 駕駛進截車 又有輪椅 這100元就不能收 對 沒錯 是不是這樣 對 OK 希望解答到 這個師傅的問題 對 有甚麼補充 九哥 在這個問題上 有甚麼奇形怪狀的事 免得大家 乘搭的士的時候 多爭吵 有很多 我之前也說過 譬如有些 家人也不方便 誰知他去買腳架回來 收了他又怎樣 阿芝阿蘇 但是你健康的 你不是靠腳架來走 你明白嗎 有這樣的個案子 即是他去文化川 買腳架 回家途中給爺爺用的時候 就被人收到錢 對 但這個不是他用的 是爺爺用的 是肥的 OK 但另外還要說 回到頭了 很多時候都是BB車 BB車肯定可以收 你BB車這麼懶惰的 有幾元的雞 大家就不要亂想 但現在人們都依然是這樣 那幾元都認為是不合理的 其實 你BB車是不是要用尾箱 有很多都要的 你用不用尾箱 你過了 長、闊、高、高、140cm 是要收的 當然 之前 教育之前 CG資訊網站也提出了 現在已經很接的 就是旅行用的BB車 那些是不能收的 對 尺寸超過不到 那個140cm 你這群人打壞 生孩子是廢人的 四、五歲還坐BB車 你這群人就抱他 要是你也不敢抱你兒子 要是就逼他走路 我女兒兩歲都不用BB車了 你大隻 不是 他真的不喜歡坐BB車 因為他不喜歡坐 有些是不喜歡坐的 當然是 你辛苦一點 你抱的 其實我抱的女兒 都抱到四、五歲 兩歲抱到四、五歲 都要抱的 我提話話說 我第一次跟他去日本旅行 是四、五歲的事 四、五歲的事 看著四個… 不知道三個地鐵站是怎樣的 他眼睛就眼睛 你大抽、二抽 就糟糕了兩歲的士 三個站而已 你有什麼辦法 你有那個需要就要用 你那個服務 就是剛才的叫車 要收付交費一樣 希望大家明白 那個差別和界線是怎樣的 如果你想這100元 是不給的 你就打批自己的腳 在街上截車就不會有 我有沒有車截你 都會停問題 是啊 現在我也覺得 我覺得那些傻子 我搭過很多的士 見到輪椅都不想 一截車又麻煩又瘋 又瘋又瘋 我說你那個初心 你上班幹什麼 開的士幹什麼 當然不會服務人棍 說完了 那總有一些… 是啊 總有一些優良的司機 但你看到是否撞到 但很多時候 告訴你 好的司機 因為往往都沒有選擇 基本上你們都很難遮得到 因為他多數已經有客人了 還有 而且亦都要提起乘客 客氣一點點 說一聲 麻煩你司機 對嗎 我覺得是這樣的 如果你真的要看醫生 就有預約車 我建議大家 就不要為 這樣傻子 和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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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秋二年 不舒服 在街上等車 熱了太陽 吹風 不舒服 如果人家不舒服 已經是病了 再在街上 又急 又麻煩又麻煩 但問題是這樣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你去看醫生那一刻就容易預約 因為你自己在門口出 但你知道香港看醫生 又不知道等到多少時間 是 說那個時間 台比普等次準時 其實全世界最等不等準時的就是醫生 我是說的 我知道了 回家那一程就坐Uber 哇 大家解決了 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我截的士 準時的就叫的士 去看醫生 不知道什麼時候走 就叫Uber 但是這個其實是否可以預約到車 其實舅哥 你也要帶你爸爸去看醫生的經驗 有時你沒有空 那你爸爸要怎樣做 沒有的 因為 九成九都是我接的 有時見到 有些公公婆婆 唯有她自己坐在路邊 姐姐出來接 通常真的難一點 有時你撞正 好像有些六點多鐘 三點打後 例如在QE那裡 已經開始小車了 開始小車了 膠肝 張心比己 大家總有一天要看醫生的 就是你回家那一程已經很辛苦 頭昏後路障 與人方便吧 我給大家看一張101的想要看看 我搭2000次的士 我只見一架這輛車 大家認不明白有什麼東西嗎 這輛車 是不是SYNCHRAN的士 是的 沒錯 他看座位就知道了 你看左上角和右下角的車位都知道了 沒錯 看到他的座位就不是一般的膠 應該都是人造皮 但是顏色不一樣 而且可能的資料沒有不優勢 比較好 他也都拆掉了 我不知道 我不敢拿電話給他這樣拆掉 我怎知道他沒有丟掉 他想到一些間諜的軟件 都拆掉了 都不知道 我看到他有電視看 兩位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有這些資訊的東西 其實就已經很久之前 之前有在頭枕 但是不能夠用的 死機多的 之前在頭枕上 這些都是宣傳片 還有一些小小的… 賣廣告的東西 廣告 還有一些跟某個電台的網媒也好 或者收費電視 好像最流行的 好像在巴士上那些 但是這個位置 你以前放在頭枕 跟這個位置比較 當然這個位置會好一點 就是晚上不想被人撐住的時候 那個網路就不在你 正面視線上射著你 但是我始終都認為 這種的媒體是不能夠用的 第一 大家現在都有一部自行手機 你總是看你的自行手機 第二 先看AMIHK 不要緊 看誰都無所謂 我真的有說那個特別的選擇 第二 你叫人們集中在車廂裡面 有這麼小的螢幕 看起來年紀大一點 嘔吐到你 狗彩 就知道是頭髒 噴一下 所以其實這些是沒有用的 我建議業界 我曾經作為一個廣告人 第一 你的程車 又不知何時看到你的廣告 第二 大家都寧願看風景 第三 現在Divite 後面也有自行手機 根本不會看你的 裝這些都是多鉤魚 收益不高 收益絕對是不能高的 你覺不覺意的 司機就讓你不認識 屬性嫌的 會吵咬住 會關掉他的聲音 有時候有經常投訴 對 很多人吵 但現在巴士都已經調小聲了 不是 但沒得關掉他的聲音 不過很多時候可能找些東西塞住 不是 塞住那個 反射 滅他的聲音 找你向口交塞住 對 那些司機又嫌咬他煩 所以始終廣告商到最後 都是支撐到穩問 這個媒體是沒用的 所以你可以跟業界反應 我覺得這件事是千萬不要的 但我贊成他有一個充電的東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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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那個抽影 那個抽影是好的 如果是充電 另外那個孔孔有甚麼用 不知道有人給人擺貼紙 就是放個電話進去 應該好像可以 對 放個電話進去 插完充電就放在旁邊 但會不會一個不一個人忘記拿呢 是 很多時候有的 是啊 那條線實在我覺得太短了 不過他放在後面是比較厚的 有些沒有這個厚的 好 回來 有些後面 有些乘客後面沒有普通的士 他又叫師傅你有沒有USB線 有啊 然後可以叉一叉 通常師傅和師兄都會跟你叉的 是的 但有些人不喜歡聞的 就像我害羞一樣 那你的事 不是 因為你駕駛的時候 女兒說 司機波插一插 但通常我也很樂意 你很喜歡樂意插一些小姐 我帶 我很多條線在這裡 OK 進去更中的 你先長還是短 我那條很長的 好 這樣也好一點 什麼洞我也適合插的 全部是 起碼可以那部電話 人家還可以夠長 我就能看得出來 不夠長沒所謂 那你要不要 不要就先放在車頭上 是的 有些師兄 有沒有試過 城下有沒有拿 我想問你 有沒有試過 首先我回答一下 岳如哥的問題 有些師兄 我知道很多師兄 就很期望很差 如果剛才說的那程度 他真的擺了一架 然後就拿了一架 當然 我也聽說 有這樣的氣勢回來的 那你有沒有找到當時的事主 可以再給他 那他就沒有再說下去了 大家明白了 OK 那希望大家 醒神一點 那些的士司機 聽完剛才所說的 可能業界那些 不是很喜歡 自動提醒你拿回電話 你自己找回電話 其實這麼說 那個電量這麼大的 最好自己帶回電話袋 有這麼多東西 其實我也覺得一程車這麼短程 比你三四個字 你最多都是由五格變七格 有些是去回大陸 有些是去回大陸 大陸人來 他要回一回 差也好 沒所謂 你下次來香港的時候 再找你哥哥拿 好 來香港再買電話 今天我們找Patrick來 其實重點想他聊一聊一個問題 不如我們先播一播一二零的video 先聊一聊 下個月14號開始 的士不試會簡化 希望吸引多些新人入行 有什麼改動呢 柳浩婷說一下 看著螢幕上面這三個地方 給你三秒時間想想 不可以說出他們在哪一區呢 螢幕圈知不知道在哪裏 螢幕圈是地方的名字嗎 是 未聽過 大血方知不知道在哪裏 更加不懂這些名字 不懂不懂 第二個 進匯中心 是 其實這三個地方 考的士排的時候 有機會會問到 運輸廚以外有一份 包含650個地方的清單 不是會抽問其中20個 搭中至少18個 這部份才合格 黃先生考了五次才考到排 頭四次都因為地方提肥佬 你沒有去過的地方 你進不了 例如你住在香港島 你會問元朗馬鞍山的地方 很多次都很難入路 真的要死背 運輸廚決定下個月14號開始 簡化的士筆試 地方試題會刪除一些不再是公眾所熟悉的地方 加上一些新落城和出名的地點 例如匯豐總行 大館等等 也都會考上路線規劃 例如港大去太古城 怎麼走才是最可行 提數也都會減少 考試時間也都會短些 筆試各個部份的合格標準也都會降低 由原本要求 答對九成到九成半 降低到八成半到八成六 運輸署說簡化不適 是希望吸引更多新人入行駕駛的士 舒緩業界人手不足 會確保考試制度嚴謹 運房局又建議 有私家車或輕型貨車 正式駕駛執照之後 不用等三年 只是一年就可以考商用牌 希望解決人手短缺的問題 有線電視記者劉浩婷報導 剛剛看完這條片 發現香港很多骨骼精奇的人 首先有友善的記者 30度來的 又穿上衣服 又打胎 又穿上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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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真是這麼弱的 那我真的不敢回答你 我今天穿短袖 我也是穿長袖 接著的士司機 每個人都要練習娛樂的神掌 練習筋鏡 九哥還說 你一看就知道是弱智 這樣也沒有聲音 只是眼不像而已 為什麼任何考託 九哥的次數都是弱智 那我全部都是一次過的 對呀 由考牌至的士牌都是 對呀 你的想法很聰明 好呀 九哥 好像剛才你說的 還是Patrick兄說的 有個混蛋考牌考八年 對呀 我有個朋友 對呀 八年他首先就考了 他第一次考了四次 他考了四次是怕時的 那這裡也兩年多 為什麼考了四次 他肥了 兩年多 兩個多 三個月就大了 排不到快期 排不到快期 都要等半年 那麼久 那考第五次都答應兩年 OK 首先存在一個 不要說我深淺的問題 就是排期有一個問題 不像我今天 明天我讀兩晚 通宵我再考一個 不可以的 一定要排這個時期 排期是當然的 不過看多久 快期就可以快到兩三個星期 兩個月 的士都有 兩三個星期都好像有 但如果你排慢期 就是要捉半年 那好 為什麼考八年 他首先考第五次都兩年多 是啊 明白 第五次都肥 第五次就考到的 那要背一年的P牌 那誰知道背一年的P牌 第十個月 舔了東西就是不小心駕駛 那就要延長你的P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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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裡都成三年 那打算正式拿到 那已經三年多 三年多 那打算正式拿到 又興奮一點點 因為你只要P牌 再P牌 這次的官員說 你打算停牌 然後停半年 要不要再重咬 要 停了半年 你要明白 考牌要停完牌 之後再排 然後又半年 然後又肥 然後又肥 人家慘劇 人家慘劇 如果在家裡等著他開飯 餓死幾年 這個又年糕幾幾年 然後呢 他又要再 又P牌 什麼P牌 什麼P牌 又扣分 又要延長 那就沒有聯絡了 這個是去年 我不知道他今年 可不可以捱到P牌 好 那你再加上八年 我想問一下 去公開大學 給錢讀過 讀過程度 都差不多了 喂 八年 我告訴你 我已經可以搞定 這個 面容識別系統 的PhD博士 Honorable 我多兩年實習 加上一年 research 八年 但是他很有毅力 很有毅力 是啊 你不要笑些殘忌 人士 加上他又不肯好彩 是整體的混合 骨格正奇 腦筋可能轉筋不夠快 運氣差 這個必然 手腳又不肯協調 因為骨骰不小心 大陸王 所有嬌的事情都在他身上發生 大家都認識 看見面已經是打糕了 我這個朋友 他 不是一行的吧 不是的士一行的 當然 他做P都還沒掉 怎麼考 考完的士牌要等三年 然後又肥多幾個 我記入最關切的關心和慰問 手足 剛才我們都知道 他有很多tricky的事情 我前兩天前去第二節 我再說一些 他回答了一個網友 他正在載我 他說 那的士牌很難考 我說 我很幸運 我一次過搞了店 很多人都起碼坐底三次 四常 正常人起碼肥三次 他說 他提出其中一條案例給我 他說 你怎麼回答都死 他說 深水埗警署在哪裡 大家都知道 眾所勾知 深水埗警署 是一個blog 一個blog 就好像 我跟Patrick興說是 雞小學的時候 學的parameter 周界 有四邊 即是集國位 集國位 哪條街都是對的 對不對 街貿中心 我們在哪裏 我們在 鎮業街 一定是 他們說 如果我搭了哪條街都會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最正確答案就是 報案室 在哪一條街 正門 你就要搭那條街 為什麼呢 官方解釋就是 你要載客去報案 他肯定是報案室的下車 那你去不了哪條街都是錯的 那你真是糟糕了 但是 你說我去匯豐銀行總行 我也有幾邊 那我回答哪邊呢 你給我四邊的答案 匯豐銀行總行 匯豐銀行總行 其實這些根據就是 猜響物業股下署的 報個地址 那我就要查 我怎樣讀 那個為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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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盧政署加上那個為之標準 因為猜響物業股下署最準 因為他要找這個狼狼收猜響 我現在終於知道 你為什麼要發生了 你是不是要這樣研究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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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我現在幫很多朋友 做BNO續期的事情 那些朋友就住 某某村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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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必定的,或者那邊單那邊箱 通常就是一件單那邊箱 好像說匯豐總管,究竟是皇后大道宗還是外面呢? 我都不認識,真的要查 那你給你兩條夾子,我還是給你旁邊的兩條 你又要去查一下文藝人都知道 你有沒有查一張電話? 上網看到的 拿到幾條熱線才行 有人聽嗎? 很簡單,軍器闖街 那裡是皇仔警署正門還是後面呢? 還是諾克道呢? 但是那裡算是乾樂道中 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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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怎麼知道的 你真是玩糕死人 正如我都說的,是紅磡廣場 究竟是學園街還是碼頭圍道呢? 我肯定是碼頭圍道的 不是,是學園街 剛才肯定的 港島府在哪裡? 是紅棉道,還是北道,還是哪裡? 是啊,有些是很奇怪的 是嗎? 只是屁股山,還是哪裡? 這些可以這樣說 那時候我問過師傅 他說因為有些路可能擴展了 或者擴復了,開一些新路 突然多了那條路撥去 所以你以為那個剛剛的閘角位 其實那個閘角位可能是這條街 第二棟就是那條街 也不奇怪 其實很簡單 你肥皂所有考牌的 只要你給了天水圍的路 他已經死定了 你天水圍的怎麼懂? 全部都是新路 天水圍就很少 好像題目都很少 如果你推出這些 你擺明不想人家合格 你會推出天水圍的那些 那有些還是 大嶼山的時候我考的 例外有兩條 是 很有趣的 他想著你去放牛嗎? 那時候還沒有 你幾年考考 八年前 當然不是 那一條八年而已 我不是 我考的士牌都考了二十年了 那我像你一點點 那時候還沒有機場 剛才鱷魚就說 正常的三次 我跟林九一樣 都是不正常的 一次性交易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有心去考 其實無論你選不選擇 都說那個考試呢 都會考得到的 其實不是很難 你只要浪費時間上課 不如這樣吧 我們趁這個時間 播一播創幾車行的廣告 因為回去研究有問題 就是要那個電話 那個電話是錯的 再說一次 23298871